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千千同物 薄若令太史改制 崔柱生以为然 照太史伯入见 大王闭莫 请所书为何 春三月已害 崔柱使其装功 崔柱文言大怒 口出狂言还不速速改制 大人士君 路人皆知 我禀彼之书 有何不可 探使伯 拒不改笔 崔柱命左右将其推出斩首 少卿 照探使众 令兄不失实物 现已浮诸 请指使笔如何计 装功之末啊 太史中复道 春三月已害 崔柱使其装功 崔柱超史作 冠至余地 太史中凛然是之 崔柱冷笑道 已轻不怕不凶掌之后城嘛 金银无知所欲 死生无知所悟 小人若为走足 甘为全马 然铁为史官 择求大义 巨使之书 随不能屈致 崔柱只得将其斩首 再照太史书与太史记 太史书 照实之书 亦被处死 太史记悲起道 吴兄 巨为史官 禀彼之书 乃为本分 今日无死 明日只有人计 大人屡杀史官 恐难堵悠悠众口 崔柱只得放太史记离去 不久 昔日的同谋者庆锋欲取崔柱而代之 教崔柱之子 争四子之名 思斗不断 崔柱不堪其扰 庆锋又见到 我为公杀之 庆锋命不下 杀崔柱之妻子及知书 又借记烧其巫使 致崔柱无家可归 崔柱自行不义 悔恨不已 终自义而亡 太史公 坚守本分与职守 金银生死 拒不能改其志 古今亦然 实事求是 乃是无数经手席位之人素颜追求 方祝罗 泱泱中华 磚石之间